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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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汤 喝汤 你别够盛 你自己盛就行了 李宗盛 来 你喝点 你不是说他不爱喝汤吗 你喝你的 是吧 李宗盛 你下午跟我再去一趟 咱再看看 这回这个大夫真的灵 来 你多喝点 来 来 喝水 来 爸王 来来来 来 快快快 吃上我们当地的苹果 谢谢 真棒啊 熟得真好 来 吃 谢谢奶奶 您别忙了 您别受累了 赶紧赶紧 您歇着点 好 好 那您家你们聊 好嘞 好嘞 我们俩互聊 谢谢奶奶 慢点走啊 我是不是紧赶慢赶的 还是晚了一步啊 刘海啊 你说那条件啊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那作废 我那不提了 我就想啊 让我入一股 行吗 做生意嘛 谈点条件很正常 我做得起仗 你看 你可以不同意啊 你可以 你可以给我踹沟里 你可以给我埋了都行 但是你不能落下电话 咱不聊这事了 所以啊 我放一电话 我买火车票我就来了 但我来了 你又不需要了 那不行啊 你得看在我 千里迢迢来的份上 分我点股份呗 你到底打的啥主意啊 你这说啊 打啥主意 九儿 真是的 不就是金水的药材 那个橙色号吗 分量高 质量高 我就担心有些人一开场 是不是把我甩了 不给我供货了 我也得 我也得卖咱金水的货 那你还谈条件 那怎么了 谈生意嘛 对吧 你万一同意了 我不多赚点 你这个 刘海 你这意思啊 我都明白了 哎 你回吧 雪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可没少帮你啊 你别翻脸不认人 放心吧 我的厂子 有你一股 真的 好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啊 对 我跟你说 都给你 你带这么多钱在路上 你不怕被人抢啊 哎呦 我就怕金水的药材被人抢了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当初啊 我就觉得 咱家方瑶这儿婚结得有点仓促 一个农村女子 做饭做饭不会 洗碗洗碗不干 工作工作不行 到了 连个娃都生不出来 咱娶她图了个啥 图她长得俊的 有啥用 能当饭吃啊 行呐 你就少说两句吧 方圆这孩子啊 打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 自从娶了她以后 都敢给我盯嘴 这古话就说得好 娶了媳妇 忘了你啊 你得结束现实 谁拦着她娶媳妇 这媳妇要是娶不好啊 这祸害的可是三代人 以后大门就在这 大门 这边是仓库 这边办公室 我把机器设备啊 放到后院 从这边开始是后院 咋样吧 有好车 咱们的设备啊 最近就运过来了 吃不出三个月 咱们的工厂就能动起来了 还可真好 你说你们两个 咋这么般配呢 这一个领着我们大伙儿种药 一个拉回老家帮我们卖药 这七米啊 都装着咱风圆车的乡气门呢 你说你们两个领着 我们啥都不抽 是这 等到那个药厂开业的时候 我给大伙儿做酸汤面 这主要是让大伙儿知道呀 啥叫个酸汤嫂子的 酸汤面 你们说啊 这都说咱东坡是片大荒地 这我看 咱把这收拾收拾 建个药厂这地方没问题嘛 好不定 这是咱村啊 第一个厂子 我希望咱这厂子啊 越办越大 越开越红火 将来啊 咱们多种经营 再多办几个企业 让大家伙儿都过上好日子 对 太好了 对对好日子 咱以后进这厂子 咱是不是都是工人了 啥工人嘛 咱为啥有这厂子啊 那是因为咱们先种了药 才有这厂子的 咱的根啊 还是农民 那咱还是农民啊 二娃 我说你这年纪小小的 咋嫌弃农民啊 我告诉你 等咱们日子过好了 说不定将来那城里人 还得到村里来生活呢 听见没有 轩 我那药又种上了 你到时候记得来收啊 放心吧 现在钱也有了 厂子也有了 你种多少 我收多少 好 好 有良来啦 有良说你来啦 您这是专家来 检查来了是吧 你看看这块地 你有啥要求 我给你预留 好这儿呢 这地风水好 华 你记住啊 这个晾晒的地方要大 要朝阳 还有这个储藏很重要 你说你加工好的药材 一时半会运不走 不得放仓库吗 这仓库 在一面 知道了 记着啊 知道了 大 你再看看吧 我看看 哥 你看人家 这宣安医药厂眼看就建成了 咋跟咱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咋就把地分给塌了你说 我打老了 我不能远送 这事没完 咱们走着敲 到底是出了啥问题了吗 二魁不是把地都给了吗 我这入股的钱都准备好了 我为了开这个厂子 跟我打炒了好几家 都打算关铺子 卖房子了 把所有的都扑进去了 你这说停就停了 这咋回事吧 首先 你别激动 不是说不干了 是要花一段时间 跟你说实话 搁着资金上 遇到点麻烦 我广东那批货出点问题 被海关给扣了 说让我啊 把那个通关手续准备齐了 才能通关 这海关管太严了 我要把那些手续准备齐了 那等一个月以后了 你说 我这货出不去 那钱也打不过来 我资金上 有点赚不开了 咱们投的那随机厂 那投资又大 所以我想 这事 咱慢慢地 还几个月再说 还几个月 那可不行 秦旭员那中药厂 那都要盖起来了 我这到最后 还是让村里人觉得 我比他秦旭员低上一头 舍戏 来来来 喝杯酒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不是跟秦旭员较劲吗 做生意归做生意 他不能致气 你看 就是 我必须致这个气 你看 你也知道吧 这秦旭员一开始 是吧 搞什么 分地 又是卖药 又是种药材 现在场子都要开启了 我不能这辈子 都在他秦旭员屁股后头跟着吧 你说这个秦旭员 你答是因为他看不上你吧 看不上我 这枫原村的风光事 不能只搁他一个人身上 对了这个场子 我逼我达说 枫原村开场子 我张守信 必须是第一个 结果 我达就是不给我批地 倒给他秦旭员批地建场子 这不是让我难堪吗 我就是让我达知道之地 他不给我批地 那是他看走眼了 硬气 冲你这句话 咱兄弟们 也必须帮你出这口气 那个 为了你 我现在 马上去找关系找人 想把凑钱 把这事先办起来 凑多少钱 我出 那个 我的意思啊 是慢慢来 别着急 怎么慢慢来 我现在说的就是要抓紧来 守信啊 有气魄 像个干大事个人 不过 你的钱够用吗 虽说这 只是垫一部分投资建场 可那钱也是一个石头膜 一个石头膜赠出来的 不行不行 咱不能为了出这口气 把眼下里全垫进去 那你咋生活呀 没事 大不了我卖房子 我关铺子 有啥了不起 这厂子我必须办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要不你看这样 咱们呀可以去县上申请一笔贷款 先把国家的钱啊借出来 我那儿也要耽误几个月的事 回头要咱们的钱再还上 咋呀 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呀 你知道我妹子灵芝嫁给谁了 王芳源 王芳源是谁啊 他本来是啊县委书记秘书 这两天刚调度工作 调到县财政局 当副局长 财政局干吗的 管钱的 这好呀 你妹夫 你妹夫听谁的 自然听你妹的了 这你妹听谁的 当然听你当哥的了 这不一句话的事吗 是不是 是啊 首先啊 这事啊 你信我你跑一趟吗 这要是跑成了 这钱啊 分入口 回头咱厂子把钱赠了 是吧 把这钱还给你 这可是一笔无本生意 太划算了 是是是 太划算了 好 这事就交给我了 等钱一到手 厂子马上开干 这厂子必须办起来 来 喝 首先啊 我这前脚刚进财政局 你这后脚就找我办事啊 你这前脚不进去 我这后脚也跟不进来 是吧 哥 你别为难方元了 我们也不好过 这咋叫为难吗 我要办厂子 那也是全村人的事 对 对吧 那我就请方元参谋参谋 有啥不行啊 哥 你想怎么帮你 咱不能在家里谈 这样 你把你的情况写个报告 明天交给财政局 一切得按章程办事 那秦轩为啥不按章程办事 这不胡说吗 徐安那全都没有违规啊 你也一样 我们能帮徐安把厂子建起来 也能帮你 那行 有你这话我就放进来了 又领这 你这和方元 哥 哥 我劝你别说不痛快的话啊 要不然我让你这事办不成 好好好 我不说 我啥都不说 那回村里 回咱达那儿呢 我在咱达那儿 把嘴缝上 小样 老师 是 恭喜您当选十三大代表 这没什么 薛承啊 初老师好 好好好 你这次到南方去调研 都有什么新发现啊 你给我说说 这次去南方调研啊 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 很多的青年壮劳力 都进城打工了 这可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妙头啊 事情虽然是发生在南方的 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这种趋势很快将蔓延到全国的 是啊 现在的农民都不愿意待在农村里 城乡的差距再不断地扩大 这样下去啊 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老师 能不能在农业政策上 用看不见的手加以协调 抑制这种事情发生啊 这个想法倒是很好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课题来研讨 然后 把研导出来的意见向商机汇报 好 回去啊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就以进城务工的问题作为选题 进行讨论 好 你上次跟我说到 你要出的那本书进行得怎么样了 书的问题啊 我就想以农民和土地作为选题 到时候书写好了 还要麻烦您给我写个序的 没问题 你这个选题 这两个小业 不大的问题就是进出有问题 这条路必须得修 要不然到时候车砸进来 这路不是不想修啊 有难度 要是修大路 估计得签坟 对着呢 可以协调一下吗 这是谁家的坟啊 这是我们村老支书 天神书家的祖坟 那天神书啊 对这事一向看得很重 那没有办法 你看你这前后左右 就只有这个方向 还有可能通一条通车的大路 其他方向更不可能 否则 你这个厂区建起来也是白打 它运输能力有限 你走发展 天神书 你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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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事了 有事吗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你走发展 要想赴 你修路嘛 对啊 这现在要上前头啊 就只有一条小路 就只能走人推车啥的 嗯 开不了汽车 我想修一条宽一点的路 可是 这路一宽啊 你们家那个 我们家祖坟在哪儿啊 你让我签个祖坟哪儿 秦轩 秦轩 你这啥意思啊 你办厂子让我们家签主 入土园啥意思啊 不能劳动 知道 叔啊 这事是有点强人所谓 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你 秦轩 你看啊 你要那个 种药材 我支持你了 你要办药厂 我也支持你了 现在要批地了 我也批了 这老话们有一句 穷不宜户 富不宜坟哪 我章天顺家里 人丁也不兴旺了 但是 可是叔啊 我真是没办法 东坡那块地啊 你也知道 那是个丫头 我找专家来看过了 那周边啊 修不了路 要想修条大路 能过卡车的路 就只能从现在这条小道 往里扩 你往后走是后山 根本就开不了路 那也不能欠我们家祖坟 你这是伤天理赖 叔啊 要是单单位药厂 我也就不开这口了 可你想 要是能修条大路 把咱前村后村给连上 那将来 对乡亲们也是件好事吗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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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吧 好不好 你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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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路 你在我们家那个祖坟前修 咋修 修啥路都行 但是你要把我家祖坟跑了 那不行 那搬不到 叔啊 这办法我都想过了 从你家祖坟前面绕过去 可能开不了多宽的路 那最多是能开个拖拉梯 上个小汽车的 叔 我还想了一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啊 咱不叫千坟 咱在村里再选一块 好风好水的地方 好好把这坟修缮一下 所有的钱我来收 那还不是叫千坟吧 你修缮修来去 难道我祖坟就不签了吗 你还是叫我千坟呐 这 这是给大伙儿做好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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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逼我了 还愣着干啥呢 不把加根石头石头 乱七八糟的样子 好 好 叔啊 你别生气嘛 我 叔啊 你就当我没说吧 叔啊 那叔我回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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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雷业执照都下来了 咋还愁眉不展的 是工人的事吗 不是 這工人在村里好多人都愿意去 不是问题 设备也有了 刘晓也愿意帮着咱们办 那你还愁啥呢 今天我找天润叔说签坟的事 他那火发的呀 可你说我不找他咋办 这路要拓宽 他家的坟就在路当中间 你说我咋办 也是 为了办个场子 让人家签坟 那咋办 那路就这么窄 咋拉货 大不了 咱以后用小推车拉 咱自己费点力 多少货呀 那得拉到啥时候 拉不过来 就多找几个人拉呗 你工厂都要开起来了 就别不高兴了 好 会有办法的 咱们想其他法子 可不管怎么说 你马上就要成为枫园村药材厂的 尝尝媳妇了 好 赶紧拿出去 来 一框就是五块钱 这还有五框 来了来了 你 小新 老同跑了 咋跑了 老同把你的钱给骗 跑了 不能吧 这咋回事 小新你咋不明白啊 他把咱俩都给骗了 他骗我初纪其实是激将法 目的就是为了骗你那个贷款的钱 小新 这钱可是你带出来的 最后到底你浑 别急 别急 再找找 老同不会这么不正义 还找什么找啊 赶紧报警吧 老 老 报警 对 报警 走 走 学成 我已经想好了 药材厂必须办起来 这不仅是咱们家的大事 也是枫原村的大事 有了药材厂 大家伙就多了一份收入 生活更有保障不是 你担心的粮食产量下滑问题 可跟你担心的是一样的 但是如何避免 我还没有想好 但请你放心 哥是长在庄家地里的你 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最后 告诉你一件喜事 我跟你嫂子 准备在药厂开业那天 主办一场婚礼 日子已经选好了 定在下个礼拜天 请你和芝云 务必回来参加 信息好了吗 马上 一会儿咱去趟县里 镇上不是有邮电锁吗 县里寄信 早到两天吗 那行 我收拾一下啊 来 上车不上 进来 同志 你好 我们要照个结婚照 那就换个这个衣服吧 好 好 赵结婚照 这个好看 像这个 行 走走走走走 你真有主意 我能让你受一时的委屈 可不能啥事啊 都让我亏欠你一辈子 那好 咱们三个人 一块儿照个这张相 啥意思 你要当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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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啥呢 真达 来来来 来来 恭喜二位啊 恭喜二位 来 看着 来来来 站好 往前看 来来来 靠近点 来来 来啊 看着看着 一 二 三 一 妈 是 快一个月了 会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妈 等孩子生下来 我就带他回去看您啊 放心 那就这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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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您看 各位领导 我真慢 更快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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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在 就是 对 各位领导 各位父老乡亲 老少爷们们 今天是咱们要采场 开张的大喜日子 但是咱们今天啊 要喜上加喜 这叫双喜临门 喜上加喜啊 下面有请二位新人入场 喜丽姐 喜丽姐 杨哥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子 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啊 就是 把你们大伙都弄在鼓里了 别说你们了 连我都不知道 许安 给大家说两句 行 说两句 咱们大家伙从采药 种药 到今天开这个药材厂 这每一步啊都不容易 首先啊 我要感谢咱甘书记 高主任 还有田顺书 田顺书 也要感谢我达 我奶奶 但我觉得我最要感谢的呢 是我们家秀娟 这个 多难的日子啊 这秀娟都陪着我 还陪着我一块 咬牙挺过这个艰难的岁月 借着 今天咱这药厂开业啊 这当初我们俩办的婚礼啊 有点简陋啊 我想 我们再崇拜一次 这全村的老少爷们 咱们一起 乐呵乐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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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记者 井记者 你又来了 这大好日子 我能不来吗 井记者 你是贵客吗 要不是您当年那篇报道 我俩还走不到一块呢 按你这么说 那我不成月老吗 对对对 当我了 来 咱们欢迎井记者 给咱们讲两句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我做文字工作的 讲话不行 甘书记 您来讲 甘书记 对你的药厂非常地认可 那对着呢 没有甘书记啊 咱这药厂也不能这么快地 就办下来 现在请甘书记给咱俩酱去 好 多一段话就不说了 今天是 玄岩和秀娟他们大喜的日子 也是咱们风原村大喜的日子 说你们想两口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也祝我们风原村 大家伙的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正着日上 好 好 那咱们接牌吧 好 好 来来来 来 大家伙张个下吧 来来来来 来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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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三 好 来 小剑 小剑 你那事我听说了 咋样吗 有啥要帮忙的 你说话 你这省药材公司 是个啥来头 甘叔就给介绍的 人家要求可高呢 公安咋说吗 我让等消息 我就跟你说 这药材厂啊 它能挣钱 那让你一块干 你说你 学安兄弟 学安兄弟 王总 看着你们呢 我说你们这门口 怎么连条大路都没有啊 车都进不来 只能把车停在村口了 是想修来着 这个中间遇到点问题 我提醒你啊 这路可得抓紧时间修起来 不然这到时候上千斤的药 打出来啊 对着呢 对着呢 来 先里边请吧 看看药材 不是 还有还有 明天这批货 我们就要发到广东去 十万货集 务必要时间送到啊 务不了 务不了 来 里边请 走 看看 请 请 学安 那你先忙 行 我先走了啊 有事说话 来 我先走了 大夫加把劲啊 咱无能为何 你赶紧天黑起来 把这眼热露去啊 哎呀 哎呀 你说这整天就靠着平板轩一跳到狼 早晚得把人累死了 哎呀 媳妇儿 你好好想想 咱这一趟一趟 拉出去人那可是钱呢 包裹地说的不错 你就购了钱这是啥 实战 来 实战 我花点钱呀 我就给我买个八级圈吧 我看人家城里进去里边坐上 不靠好看吧 来 放手 放手 扶来扶来 然后 抓点包裹地 抓花点包裹地 到里边滑了 你才抓包裹地呢 哎哎哎 你们没有胡说是酸达味的啊 因为我觉得酸达味的 穿啥都好看 啥人眼里出啥来的 哎呀 可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别这样以后没有精进啊 你今天就是到小国 慢一点啊 下包裹地慢点 快老跟娘揍你了 快来呀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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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叔 觉得咋样吗 没事 雪岸 别操心 这事儿都怨我 要不是我 也不能让你遭这么大罪嘛 雪岸 你不要这样 谁也不愿意出这种事情 是这个病房 天顺叔 天顺叔 打 你来了 你看都打成石膏了 叔你做吗 咋搞的吗 这是 雪岸 卫东啊 你们几个 先回去吧 放心 回去吧 那成 那我们走了 天顺叔 我们走了啊 叔 我回了 我 天顺啊 还让你跑一趟 我这个腿呀 不要紧 这条路啊 咱们得修啊 要是不修 这以后啊 还不一定出上绅 我也知道 修这一条路啊 就得度我家的总坟 这个事啊 难哪 可是我琢磨着 这条路要是不修 咱这药厂就办不起来 这药厂办好了 那咱们全村人跟着老郝啊 天生 你是咱们的老直叔 这些年给咱们村 办了多少好事 你觉悟高 这个事啊 你是不是 还是琢磨琢磨 你不说了 什么意思我明白 我会考虑考虑 大 大 秦轩接了一笔大声音 我觉得 千坟这事咱得重提一下 你想想 现在正是他求咱们的时候 我想借着这个事 入股中药厂 那老哥叔现在也不知道咋样 他还在医院躺着呢 咱还是说正事吧 老哥叔都住院了咋不是正事呢 我改天去看看他就是了嘛 咱还是先说药厂入股的事吧 大 我想答应其约千坟 解这个事情 咱们可以入股中药厂 你先说一说 刘亦莎 现在那么极好好地 好来劝我签主婚 刘亦莎 现在 要参加药厂的事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嘞 你参加药厂你是 你是真想给大伙干事呢 还是你自己想赚钱 我是真心的 要给大伙办事 你看他 你一直说我没出息 不争气 我这刚有点想法吗 你娘 在那儿呢 你给你娘说去 你告诉你娘 你为啥 现在要办这个药厂 你别看你娘是挂在那儿的啊 我告诉你 她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你在她面前 你得说实话 你要是说了假话 我告诉你 天打五雷哄 老天爷不会饶着你 你 跪下 你跪下跟你娘说真话 你跪下跟你娘说真话 你跪下说 我错了 快快快快 快快 我刚才被赶到军院 场子又赚钱了 动了心了 享受她的鼓务 给自己赚点钱 我错了 娘 刚才我听我大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我想清楚了 我知道我为啥 让你和列祖列祖 挪挪地儿了 我是真想干点事来 我是真想 给我大蒸蒸气来 让我咋觉得我没出息 我是真想往前奔来 我也是有脸的人呢 娘 我错了 要不是我的腰 我真是 真是要往前奔的啊 娘 我现在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跟你说 我就要用那块地 入股中药厂 我看准了 这是一个 能带领全村的不老乡亲 共同致富的机会 我能帮着玄 帮着所有的不老乡亲 共同致富 给我打 争口气了 娘 你就原谅我吧 娘 你就原谅我吧 娘 她 我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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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是 是实话吗 实话 好 可今天根叔这事已出吧 我就想着 想修路 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 咋啥都知道呢 今天王总也说了 说这事要成啊 你就必须得修路 人家说这话 这话还没落地呢 那根叔就出事了 我还是想先修路 就不知道天顺叔 今天在医院说那话 做书不做书 那你说咋办呢 我找个机会 再去问问天顺叔 不堪堪堪坷坷 在游岸上跋涉 一种情 千山万水隔不多 一种爱 万里挑天 一年之喜 千千万 families 两颗心 近千相异 千半世鸿 千万世鸿 一年有一年 同行修山河 風吹雨打不退縮 天夜上的情和愛 始終如火 一條河 彎彎曲曲 從山角流過 一條路 坎坎坷坷 在遠上跋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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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